咱到的風水 各位死亡戰士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風水的奧秘不可思議 風水的奧秘不可說 就沒有辦法用去講的 只有每個人自己去體驗 每個人親身去了解 去觀察整個自然界的平衡 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你也可以 了解到人確實太渺小 人確實 在宇宙西空一個存愛沙利而已 若是人人了解到人在世間上 是一個存愛 是個沙利的時候 我們應該會更加的謙遜 以謙虛謙別 人不是萬能的 人不是能創造一切 人 我們要能夠了解到 大環境的法則 我們要了解到 我們要了解到 整個虛空之中 他那條口法則的時候 我們融入自然 就沒有一些煩惱 曾經有一位先生 他要蓋一棟簡單的別墅 他來問我說 老師 我這一塊地 你看怎麼蓋比較好 我心裡規劃好的時候 他對規劃好 請一位建築師幫他設計 建築師的庭園警官趙毅 非常有研究 他就那一張圖畫好了 他來問我的時候 已經房子蓋好了 蓋好了 而且也搬進去住 還沒正式的漏城 和洩圖 我說你這一張圖 以你這張設計來看起來 是非常漂亮 非常有水準 可惜啊 違背了風水的法則 出門 不見山不碰山 尤其不碰山 你一出門碰到山 百事不順 這是人很容易忽略的問題 這一位先生 他老師啊 我搬過去 第一天入宅的時候 我出門 就摩托車隔壁來了 跟他相撞 撞了我的手就脫臼 過了三天 他兒子呢 開車下山坡呢 撞到欄杆 翻到溝裡面 踩點死翹翹 然後再接下來呢 他的孩子呢 在別的地方工作 開了一部送貨車呢 一出門又被撞了 聯繫三個叫做山上 都叫做碰壁 不是碰別人 就是人家碰他 我說你這個門要改 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啊 作業信徒他才 領悟到老師 風水啊 確實對人影響那麼的大 那我就要遵照指示來改善 來改進 所以風水學 我們傳授風水 是一個教育 我們有八萬四千種的教育 每一種每一種每一樣都要學習 我們不是不學習 我們不是不能學不學習 也不是不能學習 所以跟我們生活習習相關的 我們都要去了解他 就是要從教育開始 那麼當今我們社會上 國家的教育非常的普及 從幼稚園 國中高中大學 研究所博士碩士等等 社會上的教育 大家都在一起花心花 這願力 以教育的作為橋樑 大家來續園 大家來結園 大家來續未來生的園 和結未來生的園 這個都是教育的方式 也是教育的方針啊 各位朋友們 鬼谷先師 他本身就是教育家 他教育了很多 在當時啊 戰國時代 舒秦 張宜 活動聯合 毛蒙 修行家 毛稅 住建的毛稅 還有徐福 孫斌 唐娟 等等 有108位的修行家 都是從教育 教育是從開花 內在心靈世界的智慧 開花每一個本能 我們每個人都淺藏智慧 是生生世世 就與生俱來 不是只有這一生而已 本人的研究已經 也好幾千年了 幾千年來 一直淺藏在心中 這個智慧心法 在這一生還好 有這一年 經過鬼谷先師王產老子慈悲 的啟示 教化 開示 教育 讓我了解到 義 就是包含的一切 一切都在義中啊 各位十方善知識 各位朋友們 我們歡迎各位 也能參與我們 玉京大學各地開課的 這個行列 我們學習義經 是保護自己 不傷害別人 然後幫助他人 那我們學校的教育 也是保護自己 不傷害別人 然後幫助他人 本中門 有各個階層的教育家 參與我們的教育活動 一直在法輪 讓他常傳 我們今天也有 原來台北商專校長 還有板橋治理祭司學院 前校長楊吉東先生 楊校長 來跟各位 序這個園 結這個園 將他教育 這個心得提供出來 和我們所有的同修 學員弟子們 同享教育的法系 也同享古聖先賢 和當今社會教育 這個法系的融合 師父 各位貴賓 各位同修 大家阿彌陀佛 自從有人類以來 我們就開始 想到要辦教育 因為要辦教育 所以就開始去 想吃一個制度 那就是我們成立了 各種的學校 正規的 學生結束以後 告一個段落 我們稱之為畢業 非正式的 我們稱之為結業 正式跟非正式的 學校教育 都是我們在所有的 教育系統當中 所共同相輔相成的 完成教育理想的 兩個大支柱 今天是我們 一京大學 所有同修聯合 結業典禮 借這個機會 一方面 祝福各位同修 二方面 也恭喜 師父能夠有 這麼多的 集門弟子 能夠繼續 來廣為 實踐 這整個教育的理想 辦教育 首先講的是它的宗旨 辦學校講的是它的理念 我 跟師父結言 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包括今天在場 我非常感動 所有講的 是在講人類的愛 人類的和平 所有講的是講 中華民主 中華文化 講中華民國 講我們所有這些人 從有生以來的 最基本的這種愛 我坦白說 我是學教育出身 48年從台南鄉下 以第一志願去考 正大的教育系 當時很阿Q的想 為什麼會添第一志願 選教育系 很阿Q 到現在還是很阿Q 學教育 學得好的話 去教教別人 學不好的話 至少教教自己 教教自己的小孩子 應該值回本錢 因此 我覺得是我們今天在 老師這樣一種 所謂的理念之下 我們來 受教 受熏陶 受影響 受開導 我想各位何其有幸 我主持過幾個學校 長期擔任教授的職務 沒有這樣一個場合 是這麼長 而且是大家精神這麼集中 秩序這麼好 讓大家又能夠在這裡 能夠把師父的這種精神 坦白說各位 如果你當家長 是不是你的小孩子 連畢業典禮 也不問你說 你要不要去參加 因為他根本都不想參加 那就代表說 他在受教過程當中 沒有受到真正所要的東西 我想這一點是很值得 一個辦教育的人 的自傲肯定的 剛剛 姚院長特別在 對於這個疫情的詮釋 我個人是因為我學的是行為科學 尤其是心理輔導方面 所以我不敢量美 不過呢剛剛他所引述的東西 我想稍微略做一點補充 也算是個回應 1970年 開始 有一個美國非常有名的 這個學者 因為他得過全世界很多的獎 這個人名字叫杜甫勒 1970年 他出了第一本書 就叫做《未來的衝擊》 1980年出了第二本書 就是姚院長剛剛所提到的 第二本書叫《第三坡》 1990年出了第三本書 叫做《大未來》 這個都是在詮釋 這整個社會的變 第一本書在講社會的變 第二本書在講社會變的程序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到後面的整個變的程序 第三本書《大未來》 講的是社會如何的變 我們如何讓它變得好 或者說為什麼會受到影響而變壞掉 我前幾個月 度假到 日本的 古皇城 從 京都 京都很多地方 大概不會 特別顯眼讓你去參觀 但有一個很大的新的 驛站 這所謂的火車站 一個車站 像一個高樓大廈 像一個特別的 對那個建築大家看得很欣賞 但是我看了以後 我是對他牆壁上的幾個字呢 是特別印象深刻 他那幾個字寫的 I change The whole or change 我改變 只要我改變 全世界都會隨著我改變 這個當然是講的 是比較稍微主觀 絕對一點 但實際上我是個人 我是相當 相對論者 剛剛劉恩者所提到的 我們在整個變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許有些法則可遵循 你說歸納法 或者哪個法 你都有一些所謂的法則可追尋 我想師父一直在告訴我們的 你要慎重追嚴 你要對你的來源 表示尊重 表示懷師 表示感恩 剛剛前面的 我當過校長 要能夠把聘書都送到 這些教授的身上 這些講師 這些什麼法師的 所謂的面前 不見得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不過當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的老系主任就告訴我們 改天如果你們當大學 你們當個校長 無論如何低賤 尊師重道 沒有好的老師 哪會能夠全心在這個整個教育的傳承上去發揮功力呢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在很多地方 老師所告訴我們的 我們可能 我們有些地方可能我們做不到 但是絕對不是說都沒有關係 社會的變 在某些時候我們有相當的主導性 我想今天以我們這麼一個團體 在整個人數當中 你說少以五千多人 你說多當然是不算多 但是我們如果說能夠把這樣一個精神 尤其是我要講跟各位大家所特別報告的 在我從老師的身上 所看到一個所謂教育家的風範 教育家者 家者跟教書將不一樣 教書將呢 是功夫好 技術好 就像是我們今天在蓋房子 你擰水將 你擰水將說你塗得很好 做得很好 但是教育家呢 只加上那個所謂的 態度 你做這些的態度 一個泥水將 功夫好 做完以後把那個水泥 霍霍一點水把你倒到你的馬桶裡頭去 改天的等到你買了房子 用了 奇怪馬桶怎麼會不通 你會到時候會罵 這個工人簡直太缺德了 他就少了那一份 少了那一份這個敬業的精神 所以剛剛老師所說的 儘管社會在變 那姚原長所提到 社會某些地方是可以變 某些地方變得是不對的 我會覺得 老師所告訴我們說 那個所謂的循環 那個所謂的這個因緣 那是有他的軌跡可行的 那也就從教育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要告訴我們 我們要有希望 我們今天這麼做 是可能後面有好結果的 所以為什麼把很多現在的工程 尤其教育的工程 教育的投資 叫做所謂的希望工程 所以老師那麼希望 我們大家能夠把他的理想 能夠繼續的能夠發揮下去 我想第二點 我想補充 我們在這麼樣的一個團體當中 我個人在大學 教了長期的所謂團體動力學的東西 團體動力學講一個團體要能夠發揮作用 在適應上 adjustment這個概念 不是用在社會學 是用在心理學 用在心理衛生學上頭 有一個公式 我個人創用的一個 我們B等於上面E 下面P B是等Balance 我們平衡 我們各位心理平衡 代表什麼 上面的E是invent 環境裡頭很多的變數 很多的壓力 那P是代表我的強度 我能不能撐得過 如果說我的外面有很多的壓力 但是我撐得很好 比如說我們各位在很多 很多修行過程當中 我們有很好的修養 包括我們有很好的資源 那我們也許可以應付得過去 那所以這個在整個一條線上頭 E如果說等於P 就是你的強度跟這個壓力相當的話 你還可以 如果說你的P很大 大過於E大很大 你很快樂 所以祝大家快樂 快樂表示你有很多好的條件 能夠做得很好 如果我們今天不幸 是P小而E大 壓力很多 壓力很多不是絕對的精神病 第一個是形成在行為上的一些問題 就是這問題比如違規犯過 第二個在生理上是新生性的疾病 第三個才是我們精神狀態 但是只要是我們P加大 我們可以從後頭就回過來 所以剛剛幾位師姐在報告的時候 成長過程當中受了所謂的挫折 受了一些所謂的問題 增加一些問題 只要說去請示一下老師 請教育老師 老師把它開示一下 一開示腦筋通了 一開示他的方法有了 他馬上從那個叫做 適應不良回到那個適應良好 他變成很快樂 而且回過還可以去幫助別人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教育的功能 就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增加這個P 我們每一個P一加大 就可以帶到這個團體 這個團體的P呢 是講Power講一個所謂的整個效能 P等於Function是這個M M是講人 第二個是講這個所謂的T Training 第三個講A Action 那我想藉這個機會 我貢獻給我們所有團體 我們今天這個整個這個法門 如果要想去發揮這個更大的功能 剛剛田立委 田師兄特別講到 台中道場裡頭五大的這個院 這五大院不是憑空用說的而已 要我們更多人 所以為什麼從事務以下 我們有這麼多的法師 這麼多的講師 這麼多人大家能夠集合再過來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所謂的師資資資源 師資人力的擴散 那我們大家要訓練 要再精進要再更加提升 這個所以這個M是要靠什麼 靠這T Training各種訓練 所以不管你有形無形的訓練 最重要是這個A這個A Action 大家不要光說說而已 要能夠做得出來 大家要能夠在行動上 那我個人 長時間以來我發現 老師為什麼那麼辛苦 因為他個人本身就在身體力行 他在做樣子給大家看 就像說你今天如果你孝順你的父母 小孩子也看著你 這樣你就得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所以教育家呢 第一個特質就是說他有很利他主義的特質 他無私為人為我為整個社會 第二個他通常來說他都會做榜樣 所以有這種榜樣呢 他就做在做一個正確的示範給大家看 第三個他那是實際上就是說得到就做得到 所以從整個疫經呢 他本身早期他屬於所謂哲學的靈異 研究到後頭變成要到變成為實際上的行動 所以各位都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研究都歸到實際的生活 實際的工作跟我們問題的解決上頭 所以那個就是實踐的功夫 我一方面感謝師傅呢 邀請我來參加我們今天盛會 祝福大家 也謝謝各位 我見到 各位史王善知識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很感恩感謝 楊校長 立法委員楊琼英第十 還有姚院長 還有東海大學 借用我們這個大禮堂 來舉辦 一星大學的結業典禮 我們每年都在光復節的前後 禮拜天會舉辦這個結業典禮 我們也大家一起存著一個感恩 古聖先賢留下來廟花 給我們當心死生 能夠有機會來學習 研究古聖先賢 心火相傳生命的延續 生命光輝燈塔的點燃 在我們這一生 我們希望我們未來 能夠研究學習 參與更多的法 來回向給整個社會大眾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大家 感謝大家對今天的賦詞